在21世紀的今天 俄羅斯聖彼得堡竟然還有武裝軍車 頻頻開上街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趕快去一探究竟 俄羅斯的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 時不時的會看到一台紅色的武裝車在路上跑 但是這輛車可不是拿來打仗用的 而是拿來載客的計程車 看到這樣奇特打扮的車 有人好奇的用手機拍照 走過它旁邊的人也會忍不住看上急眼 這是聖彼得堡的計程車公司想到的新花招 用嶄新的包裝吸引人們目光 同時也提供了最安全的計程車之旅 要搭上這一台超級酷炫的車 所要的代價可是相當昂貴的 如果要在這台車裡面坐上一個小時的話 得花5000盧布 相當於2700台幣呢